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的5月1號 在3月24號的時候,我們有拍這個蝴蝶蘭開花紀錄 當時是紀錄這一株花 這株 當時我們紀錄這株蝴蝶蘭呢 它開了第一朵花的時間 3月24號 那我們今天呢 經過了五週 其實大概第四週一個月 這右邊這串花有八個八朵花 在一個月就全開了 結果它這邊有一朵花呢 可不可以看得到呢 有一點已經枯掉了 這邊呢 這裡有六朵花 總共有八朵花 總共加起來十四朵花 這花蠻大的 一個月後,現在到現在是第五週 只有卸了第一朵花 我們做紀錄呢 拍給大家看一下 做紀錄的 那之後呢 它還可以開多久呢 到時候呢 我們會再紀錄給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開兩個月 三個月 還是四個月 那目前呢 已經開了五週 從第一朵花 到現在全開 五週 看到到時候呢 第二個月第三個月後呢 我們再看看呢 可以維持多久 那現在呢 各位看到的這邊 眼前的這些呢 剩下的這些的蝴蝶欄呢 3月24號呢 這個品種的蝴蝶欄呢 它是第一次最先開的 那其他的都陸陸續續都已經在開了 那各位現在看得到呢 呃 它陸續開呢 就是從三月 有的四月開 有的三月24號之後呢 陸陸續續 就是慢慢開慢慢開 那像這一組 有的呢 有的全開了 那有的像這一組呢 還有一些還沒有全開 我們拿這一組來做比較 我們養蝴蝶欄呢 最好的情況下 像這樣子 各位 葉片 這大概有十片還是十一片的葉子 葉片呢 盡量的能多就多 它就可以 那氣根呢 讓它能旺盛 就盡量旺盛 這樣子呢 它開的花朵呢 才會多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朵 通常你花朵要多的話 通常是像這種 比較中小型的花呢 花量才會大 那你要很大朵的呢 它的花量會稍微少一點 像這種呢 就是你如果要看的話 像這個花量很大 大家看一下 這個這一株呢 大概估計 開了五十朵花 那你如果要讓它可以 開了很多朵 要維持很久 那條件就是呢 葉片多 七根要旺 再加一些開花肥 火力素呢 然後讓它的花朵呢 維持 可以維持 不要早洩 或者是呢 不要消花苞 那就是 這些條件之下呢 這個蝴蝶藍 自然呢 它就可以 讓它可以開個兩個月 三個月 應該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今天呢 我們 單純的做紀錄 那下次呢 拍的下次呢 再經過第二個月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拍影片給大家看 那謝謝收看